要说不公平,白素贞对小青是最不公平了,因为她整天和许仙逆逆歪歪,搞得小青也动了春心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张公子,可却被白娘子狠心拆散。 对于这个情节肯定很多人还记得,但大多数人应该已经忘了白素贞这么做的原因。 其实,白素贞强行拆散小青和张公子是有原因的,因为本来就是人妖殊土,而且小青的道行也仅仅只有500年,所以在她体内的毒素还有很多。 这样的她接触人类,真的是谁沾水倒霉,可张公子与小青也是有因缘线的,因为她的前世是简香童子,与小青只是偶然间一笑的缘分,几百年前的小青一丝欢喜,才有了今生短暂的情缘。 种种的原因,让他们两个只能有情却不能相守,所以白素贞为了他们两个的安危,很心把他们拆散。 反过头来,白素贞找许仙就不一样了,她真的是奉旨恋爱。 在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开始的时候,就说得很明白,当初的白素贞根本没有谈恋爱的心思,而且她已经修炼到了成仙的程度,可就是因为对许仙的恩情未报,所以报恩成为了她成仙的最后历练。 其实对于怎么报恩,菩萨也没有明说,只是告诉她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,所以白素贞就这么去找许仙了,这时候她心里肯定想着的是早点报完恩情,自己也好成仙。 可想不到,许仙是那么彬彬有礼,俊俏如雅,这让白素贞动心了,才引来后面被压雷锋塔的事情。 至于白素贞为什么能和许仙结婚,而且还生了个孩子,原因其实有很多方面,特别是白素贞为了生这个孩子做了很多功课。 首先她的修为足够和许仙做夫妻是足够了,另外,她肯定也给许仙吃了一些玉地给的现单,这让许仙也不会受到她的反噬。 至于生下许仙林,在电视剧里也是显向缓生,毕竟她还有一个不凡的身份,要说小青也是不幸中的万幸,每天都要看着许仙白素贞秀恩爱,可自己谈恋爱来一两次,张公子就吐血了,这种煎熬真的是谁受谁知道。 因此,她才求白素贞用望自心中绕,前缘进攻销了断了这段感情,但她也是幸运的,如果她没有遇到白素贞,而是先遇到张公子,那她估计也就成不了仙了。 而白素贞主角光环在家奉旨生娃就厉害了,前妻所相披靡,后妻的磨难也是为了长经厌值,最后一家三口都成了仙,得到了勇士圆满。 抛开剧情这套路像极了生活中的很多现实,有的人出生就开挂,大学玩四年毕业,照样能接手老爸的公司当总裁,有的人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想手捧杀,握得越紧丢得越快。 人们常说没有前世,可为什么有的人就能秀着恩爱,生着娃还一边劝着别人别谈恋爱。 也许是我们太喜欢看完美的人生,却忘了自己从来都不是白素贞,甚至都不是小青,而是小青收服的小鬼吧。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,欢迎关注。